淘基群聚短短三天就已经筛了3000多人 而在6号的时候晚间又再度爆出了三例确诊 都是与歌友会相关 也让歌友会这边的筛检站在7号早上临时加开 金斯坦歌友会筛检站早上9点半设置好 一个小时踩了40人左右 还已经完成了576人外 预计7号这天要把剩下的100多人全裁剪完 我们紧急就成军 今天派出四位医护人员裁剪 跟四位行政刷卡 那我们开发了一个新的系统 能够快速的筛检 那预计早上半天的时间 我们最大量能做到500到600人 吃是不成问题 那今天这个范围是属于 欣赏歌友会的周遭的民众 谁到谁彩 6号爆出的四例除了机场女保全外 另外三例是安一7239 在社区扩大筛检出来的 分别是58岁的小黄司机和59岁女子 及她的同住妹妹 到会馆碰到 碰到那个清洁工 有没有碰面聊天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 大概快两个小时 今天这司机 她也是在跟那个清洁工 聊天的过程里面 但是她的时间比较短暂的 半个多小时左右 才在歌友会办公室 沙发上畅聊 馆主透露三人都有佩戴口罩 打疫苗 人感染 除了安一7239没参加晚会 其他还要查 而与歌友会熟利确诊打牌的15人 目前都还是阴性 不敢大意 不止歌友会成员要采 家人也要 但是因为有名册 有群组 依然可以联络得到 那包括同住的家人 那也要通知来采检 毕竟6号确诊四人当中 两人是成员 一人就是家人 歌友跨年晚会那天 成员们也会吸家带券 淘积群聚扩大 凡这时间有关联 有症状的多多少少都会怕 TVB新闻 张敏如轩彤 桃源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